第四单元的定决考核即将开始 首先欢迎我们的嘉宾老师 慧英红老师 黄胜一老师 王茂蕾老师 那接下来呢 我们根据第四单元的主角的身份和特征 做了三组即兴考题 竞争角色的演员需要跟我们的嘉宾老师共同演绎 之后我们跟各位老师将综合考量你的表现 确定我们第四单元角色的最终人选 我们直接来 这次主要是考核信念感 演员在塑造角色时需要强大的信念感支撑 这次我们要看看 在导师刻意刁难的情况下 演员们是否还能坚定信念 相信规定情境 相信对手 做出迅速且合理的领长反应 第一组张男黄信仰 演织派考核张男一致一镜开始 一日宫女男男与侍卫在宫中私会 不料被娘娘发现 换上新站子了 今天的月亮真是月亮 那是谁啊 怕我什么呀 参见娘娘 楠楠 这个楠楠是谁 她叫冰冰 她精神有些问题 经常缠着奴婢 撒谎 您 бор儿子 娘娘 那个人分明关 vast 叫春兽 是个侍卫 我还知道 她偷偷给你写过情书是吗 你为什么要判本宫 说 不是这样的 她精神有问题 她来这么说的 奴婢是娘娘一手栽培 希望娘娘信任奴婢 你还知道 你是我一手带过来的 本宫带你不保啊 楠楠 你怎么可以为了一点钱 本宫知道 那个侍卫 他是不是在崇文门 有一个大宅子 还是在 北安门有一个大树 是吗 你告诉他 那个侍卫的真正身份是什么 你还亲蒙了 年轻蒙了 年轻蒙了 好了 黄金要就慌了 为什么他问他我怎么回答他 你说 那都蒙了都蒙了 吴 吴毕觉得 他看起来 还不像撒谎的样子 不像撒谎的样子 请娘娘相信奴婢 奴婢所言句句属实 是吗 据本宫所知 这个侍卫 不但名叫春寿 而且她的真实身份是 齐贵妃 她的表亲 别笑那么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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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贵妃和本宫是什么关系 你知道吗 水火不融 说 你跟齐贵妃 有什么构结 奴婢是娘娘一手调教 您对奴婢的恩 奴婢怎会忘呢 请娘娘相信你 娘娘 奴婢认为 这中心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新年子 看不起 好啊 本宫就给你个机会 多谢娘 那有一口井 如果你真的 是对本宫 从一而终 你现在就投井 表示你的清白 好 奴婢去了 罢了 被带跑了 我 本宫相信你 走吧 晚上皇上还要来呢 请 这一句 笑我太大声了 我这是对了 我也真的变不住 能不能有点信念感 就是一出喜剧 但我觉得挺有效果的 很好 对挺好的呀 我太难了 我太难了 这个就是这 这个节目的特色 我发现我没有看学员 我都在看他 撒谎 光不自觉的被那边吸引过 这个我估计啊 郑宇哥应该也未必能接得住 可以吧 郑宇哥要是一个 可以吧 你也是一个侍卫 你看看怎么把这个故事 延过来呢 你也是一个侍卫 我们就往上了 我好想看呀 我也好想看 贝贝 贝贝 欢迎我 欢迎我 衣服了 快点 我没有见识 你怎么办 快 快点 没看你啊 喂 你跑去哪儿呢 我把跟我换衣服的时候 她当中把我扒了 我也是 紧呆了 头要扎 好 下一组 一日 宫女新瑶偷吃了娘娘的水果 不料被发现 今天也不知道 皇上晚上在干什么 皇上今天晚上 皇上肯定会来看娘娘的 真的吗 你必败见娘娘 你嘴里吃到什么呀 毕竟在万死 请娘娘恕罪 毕娘娘 她偷吃了娘娘的葡萄 起来回话 是 为什么偷吃这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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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娘娘的话 我必 只是想家了 这蹄子是我娘 最喜欢吃的水果 娘娘饶命 起来吧 虽然我原谅你 吃错葡萄的事 可是这葡萄 你知道是谁赠的吗 回娘娘的话 你必知道 是皇上 刘侍伟 你在皇上跟前 众心耿耿好多年 你倒是说说 这葡萄对皇上 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皇上 从来不吃葡萄的 对她的意义就是 对她的意义就是 她是水果之王 王不吃王 按照刘侍卫的说法 这葡萄到底 对皇上来说是重要呢 还是不重要 当然重要 你看 葡萄的颜色 跟真非良良今天穿着 一模一样 所以皇上喜欢葡萄 见你这吉言 这皇上是因为喜欢我 才喜欢送我紫色的葡萄 对 她从来不吃青的葡萄 你刚才还说 她从来不吃紫的葡萄 她从来也不吃青的 就是葡萄就不吃 那你们说说 这皇上喜欢什么水果 projects 榴槤 榴槤 真非亮亮 其实皇上 今天赏你吃这个 糕点 这是皇上赐给我的 对 当然 来 这是皇上赐给我的 那应该 是王之极品 看在你这么有孝心的份上 我看就把这糕点赐给你 谢谢娘娘 万万不能 这个是皇上吃给真非亮亮吃的 大胆 这个宫里谁说了算 当然是皇上说了算 那刘侍卫的意思 你到这里了是来监视本宫不成 不是 那本宫再问你一遍 这个宫里谁说了算 皇上 在娘娘的地盘 当然是娘娘说了算 担嘴 跟你说话 大胆 刘侍卫 你还是在本宫 娘娘要为我做主 好 真非娘娘 我倒要禀明皇上 圣子上 什么时候准备的 奉天承润 皇帝较若 真非娘娘 得罪太后 太后跟皇上商议之后 决定 赐真非娘娘一死 你看 你看 真切真非娘娘明白这个糕点意义了吗 妾身要去告诫皇上 没有 你知道皇上为什么不吃葡萄吗 就是因为你每天穿着葡萄的颜色 她不想再见到纸的颜色 真非娘娘 你继续上路吧 娘娘 如果真的是皇上的旨意 妾身自然会为了皇上 做一切牺牲 但是 如果只是这个侍卫 她一心想用计谋 来害妾身 办公一定会给她算这个账 圆的挺好的 挺好的挺好的 这瘦得 狗血了 很好看 你从哪儿写了一个圣纸 我不清楚他们给我的 好看 我真的觉得好好看 那个 其实我觉得其实她挺好的那个 摇摇对 她其实一直都在 王兴尤真的很好 好了宣布吧宣布吧 那个那个那个你进去王兴尤了 好 好 好 黄兴尤在尖码上的表现里面 第一非常相信规定情境 第二演员的信念感极强 第三她一直在交流的状态当中 不管任何人突然给到她台词 她都是能接过来的 你说 娘娘 你无必觉得她看起来不像撒谎的样子 就这三点就已经很好了 你俩笑场啊 你们俩怎么可以这么笑场呢 信念感太傻死了 谢谢